还有我们的时事评论员亚财大哥 早安 我是亚财 对 亚财大哥 我们今天第二期来谈一下 有关我们这个新的AG 那这个课题呢 其实我们在988的Facebook上面呢 也是在做这Live的 然后来谈一下这一个我们的AG 新一论AG 这个星期大家应该就是最多讨论的就是他 是 最常见报的这个星期也是他 对对对 要不要来说一下 是是因为在伪论的过程中 看起来有一到一点波折 对 因为根据联邦宪法呢 是由首相推荐 然后由最高元首委任 但是这个委任的时间好像拉得长了一点 结果呢大家就开始议论纷纷 有的传闻说 本来不太想委任这个Tommy Thomas 作为辩护律师 不是辩护律师 这个AG 人家已经不是辩护律师的身份了 你知道吗 这个 所以这个部分呢就引起一些讨论 当然各种传闻都有 包括说因为他不是一个穆斯林 其实这个宪法的条文里面并没有明确规定说 这个总检察师 总检察长的这个 人选必须是穆斯林 没有这样的规定 那么 一直以来我们的总检察长都是穆斯林 也没有 过去也曾经有过非穆斯林 担任这个总检察长 OK 那么 当然 这个过程呢 主要有几个关注点 第一个是宪法的精神 金主立宪的这个精神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元首对这个人选 有意见 但是在我们的宪法里面 宪法的精神 根据这个法律界的一个诠释 实际上 他只是一个一个过程 一个形式 这个元首并不具备这个裁决权是接受或者否决 关键话说 他应该接受首相的推荐 所以这是一个 至于是不是穆斯林呢 其实不是要点 要点反而是需要因为对法律 对宪法等等这些 非常熟悉 非常有经验的人 那么按照过去的经验 通常会从两个类别的人挑选 一个呢 是资深律师 因为资深律师对法律的东西相对熟悉 然后打官司啊等等 对这方面熟悉 第二位呢 第二个领域呢 是退休法官 那很多时候也从退休法官 找优秀的这个人选 来作为这个 这个我们简称AG 因为AG的这个权力很大 他掌握这个检控权 掌握检控权 大家熟悉的一个例子 当然就是一码公司 1NDB 1NDB我们前任的总检察长 他一开始他就说 这个no case 就没有问题 所以不需要调查 当然民间对这样的一个决定 有声音了 可是也做不了什么 因为总检察长说没有错 对所以他只要他不检控 那么相关的人就等于是逃过了 或者是免疫被检控 然后这一次呢 这个 新任的总检察长 总检察长 他一上任他就推出了 所以他要有三大任务 其中一个重点 就是1NDB要重查 重查 怎么样 而且他还说了 他保证说以后呢 不会有人在就是无端端的被提控 然后只要你没有做错的话 你就不用担心说 半夜会警察会来敲你的门 可是他说如果你有做错的话 那我就一定会检控你这样子 是 所以他这个处理 处理这个一码公司 1NDB 他重要的当然是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 这个我们前首相 纳吉有没有涉及 这个部分 当然这个要去收集 要去做非常深入的调查 但第二个呢 是一码公司的一些基金 在国外被扣留 比方说在美国 在瑞士 在卢森堡 在新加坡 所以也要去 去跟这些国家交涉 了解情况 然后当然是要 把那些钱 尽可能跟他拿回来 因为那是 那是我们国家的钱 那前朝 前朝政府呢 就放着 不去追回那个 不去 锁回那笔钱 大家也感到非常惊讶 为什么 钱被人家扣留了 我们不去锁回 因为我们很有钱 所以我们不去 在那笔钱 所以常常会产生一种 背后的一个联想 说是不是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东西 我们反而 钱被人家扣留 不敢去拿回来 所以 这个我们新的总检察长 他其中 第一个 首要任务 就是处理这个部分 就是一码公司 相关的 这个 这个内容 所以他是要代表 代表马来西亚 就是说可能我去到美国 然后就是说 我们要提 像那一边的司法部 提出这样子的要求 他是代表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政府 马来西亚政府 来做这样的一个交涉 简单来说 当然是要把那个钱拿回来 这个要去了解 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之下 这个钱被扣留了 或者是被没收了 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马来西亚这边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他是要跟这些 相关的国家去交涉 嗯 嗯 嗯